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让我们来温习一下初代名场面 东方风云音乐盛典活动现场记者问的 那你今天有什么话想要对你的粉丝宝宝们说的吗 深深子一秒便连发出来来自于灵魂的呐喊声 少管我 今天在电视剧品质盛典的现场 蒋乃亮老师有心体验了一把海妖的骄傲 作为主持人呢 蒋乃亮调侃周深不好好在歌坛来跟演员抢份 周深一秒回应说少管我 这蒋乃亮直呼说很不错 请问这是什么品种的海妖啊 真的不是皮皮瞎假冒的吗 都说娱乐圈有两大错觉 其一呢就是深深很高冷 从前呢人们在印象当中呢 周深还是中国好声音走出的那个腼腆少年 虽然最后没能够留在好声音舞台 却凭借自己空灵的嗓音让人们记住了他 空灵的歌喉好多之后让人们觉得周深是这样的 然而那海妖深子却又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不不不我是这样的 记者问了如果有粉丝唱歌跑掉了怎么办呢 会想戴佩妮掐自己的腿吗 周深说那我就不一样了 我和生命关系好呀 我掐他们大腿 歌友采访过程当中周深忽然拍了下左面正经微作的说 对了你们不要再去找我同款了 因为每次你们发我的衣服很便宜 我都很受伤 作为明星艺人和粉丝过程的渠道呢 周深的微博也是大型的欢乐现场 网友说 深深出了请好唱歌 最拿手的乐器是啥呀 周深说打退堂鼓 这日无论是吐了情话 还是诗词歌赋完全都不在怕的 网友说我有缺点 就是缺二点你 周深说你好我是根金 网友说日出江花红圣火 周深说偶像歌手就是我 救命啊 天哪这什么偶像歌手啊 这是欢乐喜剧人在挑种子选手吧 还是德云社编外人员呢 身为艺人甚至因为身体力行 真笑到满地乱爬上了热搜 不管了我行笑为尽了 大家作为歌手啊 深深子业务能力完全可以 人间清醒大老师曾经这样的评价过 周深说 人类呢根本就没有唱歌这个功能 想象一个美好的旋律 唱出来应该是什么事呢 想出来的应该就是他的事吧 能从大老师的嘴巴里 听到这样的评价 请允许我感叹 周深这个男人不一般呢 出道至今 周深演唱过许多 备受人们喜欢的作品 更是各大热播影视作品的常客 比如曾经为动漫电影 大鱼海棠献唱大鱼 为大护法献唱概念曲不说话 以及为其他的热播影视作品献唱 和刚同城 独白天涯进处等 优秀影视原生作品 唱歌的时候就绝对是 一丝不苟的海瑶了 可以唱好听的歌 也可以带给你无穷的快乐 在海耀和沙岛之间无缝献接 这样的宝藏少年你爱了没呢 今天也是为周深 叫到打鸣的一天哦 出刮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兵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 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